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元 我相信点进这个影片的你们 十个有八个都是因为这个标题而点进来的 我想要透过这个影片来跟 一路以来都非常支持我的观众们 给你们清楚一下 给你们知道一下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会是一个比较生活化 比较随性 希望你们会喜欢 看了一看 我上一部影片的发布时间 都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有发布影片了 所以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念我咧 哈 没有 这样我等一下再问咯 我后面这一块 是我大概在 两年多前 两三年前 拿到的奖牌 看到我这个奖牌的设计跟 他们其他人的那个设计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设计是 YouTube很早期颁发给影片创作者的 一个十万订阅的奖牌的荣耀 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 我做YouTube也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啦 所以 这一个奖牌是代表着 我在YouTube生涯的一个 的一个 痕迹 可以这样讲 看到这一块东西 真的是有点感触 因为 确实是 不容易 从零订阅 走到十万订阅 再走到现在的七十多万订阅 肉麻一点 官方一点 还是想要讲那一句话 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爱愿 这个是真的啦 这是真的是事实 谢谢你们的支持 哈? 你偷听我讲话? 不要啦 那你偷听我讲话 不要拍啊 哭了啊 不要拍啊 哭了哭了 再拍就哭了 不要不要不要 感想感啦 平台 没有办法 OK 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家附近这边的公园 然后 他们是打算要来这边 拍一点OOTD的照片 然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这些东西 也是跟我今天这个影片的内容 是有直接性的关系的 所以 等等下迟一点的时候 回到家的时候 我再给你们解释 今天这个影片的内容 的重点 然后还有整件事情的来龙去卖啦 相信你们看到这个画面 就会知道 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了 你们聪明的观众应该就 大概大概会猜到 我要透露的是什么东西 OK 相信你们已经知道了 如果我现在已经猜到我的观众 请在这个影片下面点一个like 告诉我 有多少人猜到我今天这个影片的内容 想要表达的东西 那 他现在这个举动呢 已经很明显了 很明显了 很明显了 整个很明显了 哇 我的朋友 你真的是爱吉他爱动程度啊 搬买出来 因为我们要拍嘛 哦 你们要拍啦 我陪你们吧 可是你有份了我这个东西 蛤 难道你讲不可以讲 蛤 怎么你讲出来 抱歉抱歉抱歉 小弟告辞 看到阿王这一整身的打扮吗 哇 哇 除了那个鞋子跟那个眼镜最强细之外 他身上那一件黑黑色的衣服也蛮强细的我觉得 我们是兄弟同款衣 DCMB Stand for Don Call Me Bro OK 相信部分的观众看到这边 都会很好奇我今天这个影片的内容 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OK 其实前面的都是给你们开个小玩笑啦 所以不要这样认真 OK 今天这个影片是想要告诉你们 小弟我叻就自创了一个潮牌 也就是我身上穿着的这一件 我身上穿着的这一件是其中一个款式而已啦 因为目前我们第一批有出两个款式 然后这个潮牌的名字叫DCMB 也就是Stand for Don Call Me Bro 的意思 为什么这个牌子的名字会叫Don Call Me Bro 叻 有点是因为 是其实它有个故事在后面的啦 然后具体它的这个故事叻 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拍一个影片来给你们解释 Don Call Me Bro 它背后真正的那个含义 然后叻 这一款叻 就是Don Call Me Bro Album 款 我们的设计是有一点像是那种 好像那个iPhone的那个Playlist 这样子的感觉 这个叻 这个不要讲了 这个是我们之前那种很早期很早期 做出来的sample的概念 然后这个设计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出的是这个设计 然后它的前面叻 就是一个简单的icon写着DCMB OK 我们今天这一次出来叻 其实就是要简单的帮阿王拍一下 这个我们DCMB品牌的那个照片 就是那种帅帅的OOTD的那种照片 哇 另外一位DCMB的代言人已经出来了 喂 你没有穿到DONNA 人家看不到DONNA的款 全部都看到Player的款 因为我比较适合音乐的款 音乐的款 Album款 OK 如果你们想要看另外一个款式的话 你们可以去到我们的Instagram 的official page那边 看另外一个款式 也或者你们可以在那个 视频道那边那个link 有一个网站的link 你们直接点击那个link的话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 想支持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直接在那边下单订购啦 谢谢你们的支持 OK 我们现在就已经回到了家里面 然后我们该拍摄 拍摄的时候是7点 7点左右嘛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凌晨1点了 因为我们刚刚跟我们的designer 谈完了 我们下一批的设计 然后也谈了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官方网站的那个设计啊 那些啊 所以大家可以尽情期待 我们下一个bash的设计 我在这边跟你们绝对的担保 品质保证 因为略知的东西 我们绝对是不会做的 OK 先讲 因为设计是非常足够的 可能设计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你们想要的 可是 品质绝对 对 OK 这个衣服 我们其实在 真正的跑大货之前 因为我们会拿到sample嘛 然后我自己有一次去 一直去虐待它 一直去拉它 一直去洗它 一直去怎样怎样 然后它的品质真的是 best 所以我才决定 就是跑大货来卖给大家 你要讲一下 小可福的小姐姐现在的情况下 讲到这个 我其实想要借助这个影片来 跟大家做一个 announcement 做一个声明 就是因为那时候 18号的时候 18号的时候 是我们DCMB 这个品牌 正式开始launch嘛 然后 正式开始launch的时候 我们的客服小姐姐跟客服小哥哥 已经回复大家的PM 回复到很累了 他们那一天 当天他们工作到凌晨4点左右 然后他们才开始包货 然后开始准备寄货的工作 可是隔天 我们的那个Instagram的那个 那个Bash的那个 私信的系统就被Instagram限制了 就是我们有太多太多的Message 然后Instagram把我们的那个 恢复的系统关掉了 所以有很多很多你们的信息 在这边是可能没有被恢复到 可能你们等了一两天都没有被恢复到 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客服已经看不到大家的信息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抱歉在这一点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声明 如果大家真的是有兴趣 想要购买我们的品牌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Description那边 点击那一个Link 然后直接进到我们的那个 衣服的那个Bash那边 你们就可以在那边下订单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这个是我们目前第一笔的包装 我们这边写着 You are nothing in front of this shirt 然后我们品牌的logo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点像那个 那个 那个 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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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古代皇上的那种chop 的那种感觉 因为 我们是要表达一种感觉就是 这个是有华人的象征 所以 这个是华人的象征 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横 这边是写着 Don't call me bro 也就是 DCMB的意思 你们仔细看这个logo 其实是 D C MB 所以就是 Don't call me bro 我顺便 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品牌 会叫Don't call me bro 原因这个品牌 其实是在讲述着 算是我的故事还是我们的故事 就我们的故事啦 我们都会遇到 你干出一番事业 你有一定的成就之后呢 以前看不起你的人 他们就会来开始跟你斩鞭 欸 bro 哇你最近过得很好哦 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讲 Don't call me bro 所以你穿着这件衣 穿着这件衣 在他面前 就是跟他讲 Don't call me bro 所以 这个品牌背后的含义 就是在讲着这种 这种人 就在形容着这种 朋友也好 亲戚也好 我相信看着这个影片的你们 都会有遇过这样子的人 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吧 所以叻 我们的包装才会写着 You are nothing in front of this shirt 就是在我这件衣服面前 你什么都不死 别来斩鞭 会死得很快 所以大家 订购起来 让你那些 所谓的bro 看看这件衣服的含义 OK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啦 然后 这个影片其实是 想要跟大家开一个玩笑这样啦 然后其实是想要透过这个影片来跟大家讲 小弟我叻 就是 创立了一个 自己的品牌 所以是一个 非常开心的事情 想要跟你们分享 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 我跟小明的潮牌 Yes 然后 现在我们的 官方售价是 129令吉 然后 购买两件以上的话叻 是免邮费的 所以大家 赶紧点击以下的网址 订购起来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款式 因为 因为刚才你们看到的 只是那个 阿旺他们拍照的那款式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款式 然后 这个 Dona叻 就代表Don的意思 Don 所以就是 Don call me bro 鞋 Yes 然后我们前面的设计 给观众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 它在中间的一个 小的一个icon 这样子 Don call me bro 对 这个是Don call me 对 这个是Don call me 然后这白色是bro 然后它为什么会在中间叻 就讲 割掉哈 这个bro的字 对 就讲我们不再是bro 的意思 然后我们这边是 用了一个我们的man logo 然后我们的size 是写在后面 我们的size 写在后面 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 贴心的hand card 这边是 我们的logo 然后后面 这个是我们的slogan You are nothing in front of this shirt 然后这个叻 就会教你这个衣服是 要怎样洗啊 之类的东西 记得去follow这个 去follow这个 对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DCNB Official 赶紧follow起来 最重要的是大家点击网站 订购起来 Let's go 两届以上包邮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 你们的支持绝对不会浪费的 对 我们的接下来的设计 会筹备 陆续筹备给大家 所以希望你们接下来会喜欢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拜拜 我们下期见